嗨,大家好,我是南宁许哥 今天回农场来看一下 前段时间种的果树的生长情况 因为前段时间的话呢 下雨比较多,就很少回来 现在天气情况比较好 就回来看一下 顺便除一下草 然后喷洒一点农药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去年秋天种下来的 连雾 这个是 这个品种叫 黑金刚连雾 这个现在在市场上 这个 连雾品种是比较 好的一种品种 叫黑金刚 它的叶子是比较宽大的 另外还有一种市面上 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品种 是叫做 黑芭比 那个的话,这个叶子是比较尖细的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是黑金刚 这棵还有 这一棵 是去年秋天的时候一起种下去的 呃,长得都蛮高了 呃,长得都蛮高了 特别是这一棵 已经有 1米2左右了吧 长得非常好 明年应该可以挂果 我买来的时候应该是两年的苗 今年第三年到今年的苗 到今年的苗 估计可能可以挂果了 这一棵里,长得还比较茂盛 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但是的话呢 大家看见没有 这里,因为在野外 所以说呢,有那些害虫 吃那个叶子 那个叶子很嫩 所以说的话,等一下我要给他们喷点杀虫剂 让它长得更加好 当然就结果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够用杀虫剂了 我们广西水果市场现在主要的联物品种就是黑金刚 呃,一个是海南的黑金刚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越南进口的黑金刚 这两个地方产的水果,品质都非常的好 呃,水分很多,很甜 有一句话就是说 一个莲雾,八杯水 呃,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的话,它的水分非常的充足 呃,它的甜度不是很甜 就是,像清甜那一种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用 就如果补水,呃,效果非常好 对皮肤的补水效果 应该是非常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 这个叶片是比较宽大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品种 现在的话 这个害虫 你看 你们看 这些虫 把这个叶子 吃的一个动一个动的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喷洒农药 来杀虫 虽然没有办法杀灭 但是的话呢 能够降低 对水果的伤害 只能这样子 这个是今年春天 种的 黑金刚莲雾 呃,长势的话 还过得去 但是的话 被害虫祸害 叶子都被啃拾干净了 所以说 呃,等一下我们要 打一点农药才行 要不然的话 就 找它了 还有这一棵 这一棵也是 都被虫 蚕食的非常的厉害 不打农药 确实是不行 我们使用割草机 把果树周边的杂草 清理出一个空间 就可以了 让周边的草 不要比 果树高 用割草机的话呢 就能够避免使用 炒干净 这种除草剂来 危害到土地 还是割草机 比较实用 而且也省力 不像我们以前用锄头来除草 现在有 这种 电动的 非常的方便 它要保留着 草的根部 只要它们不高过果树 它们有保护裸露的土地 因为裸露的土地 被太阳暴晒以后 它的水分蒸发 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说必须有福费 而且割倒下来的草 经过长时间的腐化 它可以成为一种 有机肥料 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弊端 就是的话呢 杂草多的话呢 害虫也是比较多 我们在果树生长过程中的话呢 还是需要有一些 农药进行对 害虫的防治 到果树长大以后 摄了阴 那杂草就不会再重生了 到时候就不需要再打什么 农药啊之类的了 杂草的根部呢 扎根在土地表面上 它起到有疏松泥土的 这个作用 所以说在果园里面 保存一些杂草 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它生长过程中 当然树长大以后 它的 果树底下 完全遮了阴 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草了 所以说前面这几年的话呢 管理上 是必须非常的用心的 这一颗黑糖八笔 这个黑糖八笔是今年 春天的时候 历春以后种的 当时的话 当时的话 果树是大概是这么高 现在已经这么高了 当时的话呢 大概是三十公分 那现在的话呢 都有一米多 一米到一米一的高度了 而且它的 它的树叶的拓展 它的树形 长得非常的好 他们说黑糖八笔也是一个果实比较大 颜色深红 而且的话呢 甜度很高的一个莲物 所以说我种了 两棵 两年以后 应该可以挂果 如果明年挂果的话呢 我大概也不会留果 因为的话呢 第一次挂果的话呢 留的话呢 对它以后的生长可能会有影响 因为它会抢夺 果实会抢夺 果树的养分 所以说第一年的话呢 要不就是不要果实 第二的话呢 就要很少量很少量 一到两个 现在我们开始调制 杀虫剂 给我那些莲物 杀虫 可能的话 莲物的叶子 可能 它自然的有一道 比较清新的味道 而且它的那个叶子很嫩 可能的话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一虫 特别喜欢的去吃莲物的叶子 菠萝蜜就没有这种情况 我们来调制 我们用一比五百的浓度 进行调制这个杀虫剂 浓度大一点 浓度大一点 普通的话 一比一千都可以了 我们要把手洗干净了 尽量不要接触到农药 因为接触到农药的话呢 很容易 浸透到皮肤里面 如果有马上就需要洗手 农药 沖一下 表面 农药 有可能沾上农药的地方 把它 农干净 这样子就 会安全了 先打上气体 因为我 因为我种的农药不多 所以说用这个小棺子来打农药就可以了 如果种多的话呢 肯定需要喷 噴霧剂了 我们试一下这个霧的喷洒情况 嗯 OK了 因为今天没有什么风 而且的话呢 那个果树 还小 所以的话呢 不用担心它会吸到呼吸到 所以说 就这样子 矮化一点去喷洒 对人没有什么危害 再加上现在的农药 基本上是生物农药 对人体的危害不是很大 所以说的话呢 今天就不戴口罩了 我们 到这两棵最大的这里来 先把这两棵先杀虫 因为这两棵的话 比较宝贝 看 喷洒 这个小的 小的罐子 喷洒起来也挺好的 要喷洒均匀 争取每一片叶子都能够喷洒到农药 好了 这一棵OK了 基本上 都均匀了 来 继续的打气 继续的喷第二株 继续的喷第二株 现在感觉有一点点的风 那我们就尽量站在风口上面 去喷洒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至于 农药的话呢 会吸进我们的呼吸道 转一圈 争取每一片叶子 都能够喷洒到农药 好了 这两棵最漂亮的 就喷完了 我们再倒其他的 莲霧果树 这个的话呢 是比较矮小的 这个是今年 春天的时候 开春的时候种的 嗯 还不算高 回来的时候才20公分的高度 20到30公分的高度 现在已经长有 大概50公分了 喷洒 这些 虫 感觉非常喜欢吃莲木的叶子 所以说 喷洒多一点 尽量每个叶子都能够 喷洒到农药 好了 也可以了 对比了一下 黑糖巴比的受害程度 没有那个 黑金刚这么严重 黑糖巴比的叶子 也有被咬的情况 但是的话呢 总体来说 不多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啊 整体 呃 来说 不是很严重 但是 黑金刚就不一样 我们去看一下黑金刚 看我们的黑金刚 都是孔 好严重啊 太严重了 看 看大家看一下 看大家看一下 对吧 太严重了 黑金刚的叶子 蟲子特别喜欢 黑糖巴比 就不是很喜欢 这个就是 事实 眼见为实 那 那颗黑糖巴比 黑糖巴比就在这里 相隔也就是三四米的距离 黑金刚 黑金刚就被祸害的非常严重 所以说 呃我们是根据情况来喷 喷杀虫剂 这个 我旁边的这一个 呃 黑糖巴比 呃 简单喷一点就可以了 不需要喷得太 呃太过火 然后黑金刚的话 我就喷洒了 喷洒了几遍 浓度也高一些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 非常喜欢吃 莲物 所以我就在我的农场 中了十颗 其中有两颗是 黑糖巴比 有八颗就是 黑金刚莲物 呃 我认为 我中了十颗 应该都够他们吃的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现在 拜拜